一望无际的绿地农田 变成一片片的太阳能板 云林似乎不少人种田 但到底为什么这么夯 你种田利存比较差 拿来种田利存比较好 根据农民说法 绿能产区的条件 主要是闲置农地 不利耕作区或是地层下陷区域 以收益来说 种田每个月每分地 大概能赚8000元 种田的租金却是2万元以上 将近种田的三倍 地主他们 业者他们直接来去找地主 来接洽 他目前所采取的合作模式 大概是以称租为主 厂商私下透露 租给厂商种田 扛起每公顷 每月至少35万到50万元 根据绿能专案的说法 每公顷一年能收益 600万来换算 云林全县一年种田的 预估产值就超过42亿 也难怪那么多人 趋值若鹜不种田 连改种田地价也因此上涨 不过这也造成许多居民困扰 一辆就20年 但是20年后 吃土地你感觉没法当 再来帮我们家村去政策 住家旁满是太阳能板 居民生怕受到危害 合约1000就是20年 地变得怎么样了 也不晓得 农村务农人口已经匮乏 种田兴起 更让从事农业的人口 更加岌岌可危 如何在绿能发展与居民农民之间取得平衡 也成为新的探讨议题 继续连员兵西游园身躯小组云林报导 已经被 mant捕一个 最組a 阳 大 白 优优独播 qua